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花莲县的寿风国中风华书房启用典礼 在24号上午举行 那么亮眼的图书馆风华书房招牌登香吸引学生的目光 那么县长徐振卫 议员张怀文以及校长郑建民 共同来见证风华书房的启用 那么徐振卫说 阅读使人得到智慧 并且鼓励每位学生以阅读来清晰思虑 多多使用风华书房享受适时的读书环境 花莲县寿风国中风华书房启用典礼 21号上午在寿风国中举行 现代学生表示 风华书房的开幕提供孩子们崭新的阅读空间 让孩子们在舒适以及安心的环境之下 据取薪资 花莲县政府着重于教育的发展 且因为花莲南北狭长 教育资源如何扩及到花莲县各乡增市 更是花莲县政府努力推展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周莲县这么重视全员的教学 德智体群美 五欲必重 一件都不能少 那第二个 就是其实在这四年 将近四年当中 对于花莲101个小学 25个国中 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校园的设施设备的改善 只要学校提出来 这位阿姨还有县政府一定全力来协助大家 让我们校园的设备设施能够提升 因为花莲是一个很狭长的一个县市 全国土地最大的 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 花莲县的县政有限 财富有限 但是培育孩子 培育同学 培育国家的国质栋梁 绝对不手软 初风国中创销历史超过55年 学风优良在各项竞争当中都有优异的表现 近年来 花莲县政府大业的支持之下 逐步改善教学空间 其中学生活动中心PU球场 学生厕所 天地书越 智商室以及现在的图书馆 风华书房 让学生们在学习环境上更加优质 更加舒适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